貧窮的群眾 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肯定是心裡面是寒冷的 我們通過慈激慈善基金會 對他們的物質上一些幫助 我覺得肯定像冬日那樣 海拔2730米的 雲南巡電縣聯合鄉 入冬後氣溫一如往常的地 插進去 加油 可以嗎 昆明慈激志工提前上山 要做送暖的準備 沒想到擺放物資的桌子 全都截了霜 冷是冷當時的話 來付出就覺得很高興 心裡面很歡喜 高海拔的山區 九成以上民眾都務農 年初的乾旱 不少農民收成受了影響 加上一整年都有疫情的威脅 困難家庭生活更捉襟見肘 因此慈激今年選了聯合鄉的八個村 送出過冬物資 謝謝你們啦 我都自己上床啦 都自己上床啦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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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有 外一天有 老年跟我一過一頂就穿了 感謝你們 就讀中專一年級的李增貴 和父親一起到送暖的現場 穿著志工背心的他 在發明的動線上 來來回回的勞動 沒聽到年輕人喊過一聲淚 這個冬天大家都挺冷的 所以都希望自己貢獻的力量 幫助別人嘛 政府方面啊 鄉選你們的外星國方面的 為我們做了是非常好的事 我們也是願意 尋求自己的一份力量 希望希望希望 58歲的李國昌 一早7點就出門 走了8公里路來領物資 復歸時志工陪伴 一回到家 他就迫不及待地把面大意穿上 滿滿的過冬物資 有人背在貝樓 徒步返家 也有人以羅車載毀 不管是以哪種形式 大山裡的這個冬天 因為有愛 很暖 大愛新聞 這上是美志工田謙 李建民 趙瑞 一般若